民進黨的發言人有說 就是由您當部長才可以壓制 就是教皇部底下的牛鬼蛇神 怎麼看所謂的牛鬼蛇神 我今天在部裡面看到的 每一個都是小天使 都不是牛鬼蛇神 三十幾年前有一位45歲的部長 叫做連戰 也有一位45歲的部長叫做簡又欣 那我剛剛也有提到 大我兩歲的50歲的部長 是葉菊蘭 那這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台灣其實大家都能夠接受年輕的部長 那我剛剛所舉的這四個例子 包含我在內 三個例子包含我在內四個人裡面 應該有三個人不是念交通背景出身的 所以台灣社會在過去其實 有相當多這樣子的過程 而交通部大家應該也理解 它的業務範圍非常非常廣大 懂軌道的不一定懂得空運 懂空運的不一定懂得海運 懂海運的也不一定懂得氣象 或者是郵政 就是郵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想最主要在作為這個部會首長 最重要的關鍵的能力 我認為是溝通 我認為是協調 那我認為是還有領導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觀光業者對於這個所謂的中國的觀光客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啦 那目前現階段我們看到的問題確實是在於說 我們到中國旅遊的旅客應該到今年我的數據啦 到現在為止大概有158萬左右 那中國來到台灣的這個旅客大概也只有22萬左右 那也就是說現在的狀況是去的多來的少 那我必須要這麼說 真正對台灣的觀光業有幫助的是 我們應該要結成的呼籲這個大陸方面能夠趕快儘速的開放 民進黨的發言人有說 就是由您當部長才可以壓制就是交通部底下的牛鬼蛇神 怎麼看所謂的牛鬼蛇神 我今天在部裡面看到的每一個都是小天使都不是牛鬼蛇神 大家看起來都非常的專業非常的認真 那對整個部裡面的這個使命感 對民眾所在乎的事情的使命感 我在每一個同仁的眼神當中其實我都有看到 所以並沒有沒有牛鬼蛇神這樣子的感覺啦 我們兩位三位是便在清醒的 我們是否還可以進來的 我們是否資格可以進行東西 我們可以進行那一段來的 我們打掂掩戶 我們一會不會找到 我們會不會和這是一段來的 我們會在這裡的右邊 我們必須選擇